疫后呢 万华的茶艺馆只会更兴盛 但是呢 只会怎么样 只会更兴盛 它会变成是观光旅游的大景点 大家都要去观光了啦 对 但是呢 包括变成荷兰的 红灯区 但是呢 进出的人呢 在那边工作者呢 他要有疫苗护照 然后进去的人 你要出示三日阴性证明 但这都是疫后的事情了 现在怎么办 我有个想法不知道对不对 因为呢 你要这些寻方客不去 可能很难避免 然后你要这些呢 特种营业 然后再从事这个性产业工作者的 因为它有合法的 有非法的 你要他们呢 出来呢 接受这个快筛检验呢 他们不见得敢出来快筛检验 在第一时间的时候 万华那边呢 很多人这个去快筛 那个是顾客 还有一些小姐 所以我觉得 他是不是能够这样做 第一个你就开放嘛 你开放快筛试剂 让他们呢 我自己起码可以检验吧 很多女生 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怀孕了 那我可以去买那个验孕棒 我总是知道我自己 快筛先筛出来一部分 第二个仿照以前 我觉得像那个基隆市长 这个林永昌 刚才讲那种 很书生那个话 没有办法解决问题的啦 我们在这个艾滋病呢 那个时候呢 在流窜的时候 不是有性病防治所吗 那那个时候呢 不就是说你希望 你有这样子疑虑的朋友 你可以到那边去接受 不管是验血也好 来检测也好 那现在所有的地方政府 他们都知道 这些的场所在哪里 你们有卫生所啊 地方有卫生所啊 请让他们去做PCR检测嘛 能检出一个是一个 这不是方法吗 我发现大佬的跟乃金兰 都是在理想国的这个国家 为什么 叫这些从业者去 你做过好几个地方 卫生局长 你要知道 那个HIV 艾滋病的这个检测 你有执照的 都还没有百分之百的检测 那事实上台湾真正的这个 是地下的比地上的多 非法的比这个合法的多 多很多 对 多很多 你不要看 你光走临深北路 南路走一趟 对不对 你光走万华走一趟 南京东路西路走一趟 这个真的是理想中的理想 这个叫做不食人间烟火的 等到你真的走到那边 去看一下之后 我问你们 我们卫生局所 每年都在做这个 训练 对对对 HIV的检测 多少人 不到30% 那些70% 而且那些还有很多 非法的从业 从业的 所以现在目前你要可以 你是给他共事 但是很难 这注记我觉得是必要之二 但是真的一定要在疫情过后 马上删掉了 对 像我为什么 我现在在看诊的时候 我们现在就开始注记了 第一个是灾万法的 第二个就是他曾经筛检 因为我们筛检的 就像有一些很担心 他不管是阳心 阴心 因为他为什么会去筛检 一定觉得自己不舒服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 这段时间可以的 但是你一定要 不要把这个个资 当做永久的这个Mark 各位 这个我非常同意 这个我们助医师讲的话 你想想看怎么可能 我从事这个行业的人 我要去快筛一下 那就不是 我跟各位报告 我们当民意代表 有常常会被人问到一些事情 他说我是我帮我朋友问的 或者说我帮我朋友朋友的问的 其实就是他 他自己的问题 我今天如果承认 我去做这个行业 我会不会担心 我被政府注击 你就是从这社群行业 所以我是觉得 那这个方式是不可能的 不是这样 剩下平常讲 政府啊 政府现在要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大量的 大量的筛检 政府就是赶快去买这个 买这个买这个什么疫苗 不管是从哪个地方去买 至于就要说 你志愿还打 我是不要去传染给别人 你去做这个事情 我是觉得大佬真的 不不不 真的不使人间淹火的 现在会员员跟买金的讲法是一样的 但是我不同意 为什么呢 你筛检 这个不是那个艾滋病 你这个礼拜筛检阴性 下个礼拜可能阳性 对啊 再筛啊 那你要他 你要他每三天筛一次吗 本来就是你可以筛啊 为什么不能筛 所以打疫苗给护照 是对的 那会员员讲说 那打这个护照 就是好像有一个标记 不会 因为当郭树人都有护照的时候 他有护照 就不是什么可耻的事情 那就不要是特殊行业嘛 就每一个人都有护照就好了 我觉得应该是政府要赶快去买疫苗 每个人都有一个疫苗护照就好了 是他们优先施打的顺序 就像我们第一线嘛 那个警察 对 消防 对不对 或者是护政典 他是第一线 但是你摆不上这种 八大行业 你把他摆第一线呢 但是是因为万华这一次出来的 这个人对人的接触 所以他把他的第一线 他的意思说 如果八大行业摆第一线很丢脸 你这国家怎么把 人家都是医护人 怎么搞个八大行业呢 这个意思 对 而且下次不知道是什么 今天新的九类分类出来了 你知道我去查 我是第六类 而且我要补充一点 我觉得陈时中还有这个何志伟 我这实在是 就是说这个何委员呢 他的这个前助理不幸的这个事事 我们大家都很 大家都觉得同感悲伤 因为这么年轻 可是他指责的是地方政府 他指责第一线的台北市政府 你是执政党立委 今天我们这个超前的部署一场空 是谁的责任 是陈时中的责任 陈时中昨天终于松口说 要弄大型的收治的 他还是不愿意说方舱医院 没关系 收治的 可是他讲的是说 医疗量能平衡 本来就是我们要考量的 而且各位他没有开始要建 他只是营建署现在正在规划 他要初步的是做什么 是做筛检站 然后到底要怎么样去盖 这个轻震收治 是要在这个军医院 还是要是要像 是要是在什么废弃的军医 还是什么 通通都没有 通通都没有规划 陈建署说不便对外说 所有的所有的现在都是火在烧 为什么柯文哲那么的紧张 因为他到了医院你去看 走道上面都是人 然后什么样都是人的时候 他是台北市长 他怎么不紧张呢 然后指挥中心还在那边说风凉话 这种东西才是你们应该集中调度的 你的权力赶快给他们血氧机 赶快给他们呼吸器 赶快给他们轻震收容吧 这边说什么五四三听了就实在很火大 好吧 回到这些有粉味的地方 我还是觉得这还是蛮重要的 因为那个地方是一个很容易传播出去的 地方政府其实都知道了 各地警察局或这种区 不知道哪边有吗都知道 所以你既然抓不胜抓 对这些地方以后就是加强 就是要给他筛检 要给他这个打疫苗 必须要做这件事 对他也好嘛 他也怕 他怎么不怕呢 他也怕 所以那天比如说第一天万华开放筛检 我有朋友开车去看 就看到排队排到老宋国小 他看到底谁在排 他大概两种人最多 一种就是在这些茶店工作的小姐 一种就是阿公 就是他一定觉得我紧张 所以他也担心他的身体 他怎么不担心 所以这种事情大家都好 你自己本身把身体顾好了 你的客人才有安全 否则大家怕 那你怎么会有伤害 我告诉你 第一天筛检的结果 你多云南 现在已经难迷 好几天都是这样 从三四天都是你多云南 我再补充一下 其实现在在阿公店那边 更多南向的这些移民的过来 越南或者是印尼 请问他们你怎么去塞他 根本找不到他塞 然后他还在串流 其实这个才是我们 最重要的一些问题 但是这个一定要掌控 否则的话这个很麻烦 不是你今天是这个新冠肺炎 明天可能有另外一种病 另外一种病怎么办 请订阅 按赞 分享 TVBS News频道 要开启小铃铛喔 还有还有下载TVBS新闻手机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